第二句,放下过去的烦恼,也不担忧未来,不执着现在,你的内心就会平静。 换另外一个角度说,内心不平静是为什么? 就是放不下过去的烦恼,一直担心未来,一直执着于现在,却不知道那是撒那生命的缘起,无自信的假象。 是因此,全世界的众生只要他没些否,就很难得到内心的平静。 所以啊,佛法一句话,抵得过千金万两,第三句。